窗边的小豆豆 放回原处 今天对小豆豆来说 可是一个大大的辛苦日 因为他把自己最真爱的钱包 掉进了学校的厕所里 虽说钱包里一分钱也没有 但这个钱包本身 却是小豆豆的心爱之物 是连上厕所也舍不得放下的宝贝 钱包是段子质地的 有红色黄色绿色的格子图板 形状是平平的四方形 有一个三角形的舌头一样的盖子 在应当缝按扣的位置 缝的是一个银色的苏格兰小猎犬扣子 像胸针一样可爱 总之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钱包 小豆豆上完厕所以后 总习惯往下看一看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坏毛病 但他从小就这样 因为这个毛病 小豆豆上小学之前 已经掉了好几顶卖杆草帽啦 白色蕾丝帽啦什么的到厕所里 那时候的厕所 不像现在这样是抽水式的 还都是掏取式的 下面就是水槽 帽子就漂浮在水槽里 所以妈妈总是提醒小豆豆 上完厕所以后不要往下看 但是这天上课前 小豆豆去了一次厕所 终于忍不住又往下看了看 就在这时 那个宝贝钱包啪的一下掉了进去 可能是本来就没有放好的缘故吧 小豆豆惊叫一声 啊 在看的时候 下面黑乎乎的 钱包再也看不见了 那么 小豆豆这时又是什么反应呢 他没有哭泣 也没有干脆放弃 不要那个钱包了 而是立刻跑到 校公叔叔放工具的库房里 扛了洒水用的长霸勺子出来 小豆豆还很矮小 勺子的长霸 足有两个小豆豆糕 但这没有关系 小豆豆在校园深处转来转去 寻找厕所的掏口 本来以为会在厕所外墙的附近 但怎么找也找不到 好不容易 小豆豆发现在离外墙一米左右的地面上 有一个圆形的混凝土盖子 这个无论如何应该是掏口了吧 小豆豆这么判断 总算使劲把盖子移开了 下面立刻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洞口 果然就是厕所的掏口 小豆豆趴下看了看 说 好像有九品佛的水池那么大啊 于是 小豆豆开始了他的浩大工程 他把长霸咬子伸到掏口里面 向外面咬起来 一开始 小豆豆估计一下钱包掉落的位置 尽可能地咬到附近的 但是便池又深又黑 而且厕所是分成三间的 下面却只有一个池子 可以想见便池非常大 所以如果小豆豆的头探得太深 就有掉进去的危险 于是 小豆豆也顾不得是哪个方向了 只管挖起来 挖出来的东西就堆在掏口周围 当然 每挖出一咬子 小豆豆都要检查一下 钱包会不会混在里面 本来以为很快就会找到钱包 但钱包好像藏在什么地方了 总是不肯露面 这时候 上课的铃声响了 怎么办呢 小豆豆想 好不容易干到这里了 于是 决定索性继续干下去 而且 比刚才干的更卖力了 咬出来的东西已经堆成一座小山 这时 校长先生走过这条小路 他看到小豆豆正在忙活着 问 你在干什么呢 小豆豆顾不得停下手里的活 一边咬一边回答 我的钱包掉到池子里面了 是吗 说着 校长先生把手背在身后 就像平时散步那样又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 钱包还是没有出现 地上的小山却越来越高 这时 校长先生又走了过来 问 找到了吗 小豆豆满头大汗 脸也红彤彤的 被围在小山当中 回答说 没有 先生稍微把脸凑进了小豆豆的面孔 像好朋友似的说 弄完以后 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 哦 说完 他又像刚才那样走开了 嗯 小豆豆精神十足的回答 又继续干起活来 突然 小豆豆想起一件事来 他看了看那座小山 干完以后 会把这些都弄回去的 但是地上的水怎么办呢 确实 小山里的水分不断地向地面渗下去 已经看不见了 小豆豆停下来 思考着 怎么才能把渗到地面下的水分 按校长先生嘱咐的那样 全部放回去 思考的结果是 把渗进了水的土也放回去一些 就可以了 结果地面上堆起了一座挺高的小山 便池几乎被掏空了 但那个钱包仍然无影无踪 也许钱包紧紧地贴在了便池的边上 或者是落在便池底了吧 但是 这时小豆豆已经觉得 即便钱包没有了 也挺满意的 因为自己干了这么多活 实际上 在小豆豆的满足当中 还有一点是因为 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 很信任我 把我当作一位 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 不过 当时的小豆豆还意识不到 这么复杂的心理活动吧 一般来说 大人们要是看到了小豆豆在做的事 会说 在干什么蠢事呢 或者 太危险了 快停下 或者也会有态度截然不同的大人说 我来帮你吧 但是 只说一句 弄完以后 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的 除了校长先生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所以 当妈妈听小豆豆说了这件事 由衷地赞叹校长先生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经过这件事 小豆豆上厕所的时候 再也不往下看了 而且 她觉得校长先生 是一位可以真心信赖的人 所以 她比以前更喜欢校长先生了 小豆豆按照和校长先生约好的那样 把那座小山完全放回了原来的便池中 往外挖的时候非常吃力 但是 往里送的时候 却很快就干完了 然后 小豆豆用咬子铲下一藏 渗进了水分的泥土 也送进便池里 最后 她把地面弄平整 把混凝土的盖子盖上 一切都像原来一样 把长霸咬子也照样送回工具房 那天晚上 睡觉之前 小豆豆又想起了掉进黑暗中的漂亮钱包 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但是 她白天干了好多活 已经十分疲倦 所以 很快就睡着了 那时候 小豆豆奋战过的地面 还有些潮湿 在月光下 好像是什么美丽的东西那样 闪闪的发着光 那个漂亮的钱包 也一定静静的 待在某个地方